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悬崖勒马 不可以再往前去一步 因为想久了 自己的身体语言就失控了 到那个时候 再想把它拉回来就来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警惕自己的异业 在这段开示当中呢 老师一开始说 很多痛苦都是从异业开始的 为什么很多痛苦都是从异业开始的呢 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师父说的 业的主体呢 是思维 那造业呢 又是以异乐为主 所以痛苦也是业力所感得的嘛 业力呢 是从思维 从异乐 从异业开展出来的 后面老师说 因为想久了 自己的身体语言就失控了 这什么意思呢 也是用业的角度来看 当你的业力成熟的时候呢 你的义手等流增上 你的身口义都会绕着你当初造业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个动机跟义乐的方向而转 再说一次啊 当业力成熟的时候呢 你的义手等流增上 你的身口义都会绕着你当初造业的那个义乐动机而转 因为那是你自己当初造业决定出来的方向 也就是广论上面讲的 他是现行犹如梦 那是完全不能自主 不由自主的一种状态 所以如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像我们常常讲的 比如说这个造了一个偷盗的业 好 那这个偷盗的业将来赶果的时候呢 那当然这个义手 恶业的义手一定在三额去嘛 在三额去受完这个义手果报之后回到人间呢 碰到那些相应的境界 想偷的习性还在 然后自己的领受等流 自己的感受呢 常常匮乏 然后自己面对外在境界呢 因为偷盗的关系呢 自己的钱财也常常会受到很多损失 然后很辛苦的做很多工作又赚不到钱 所以呢 你处在一种增上环境是很辛苦的努力赚不到钱 然后自己的感受上又常常觉得匮乏 然后自己的习性又有想偷的习性 那容不容易再犯 容易再犯 再犯 业就变得越来越重 所以呢 才会说 业力成熟的时候呢 你的义手等流增上 还有你的伸口印呢 都会绕着你当初造作的那个义乐动机而转 好 这个叫他是现行犹如梦 他是现行犹如梦 所以呢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 像老师 像师父 因为他们过去生 他们就是要修学大圣佛法 他们就是要建立圆满教法 利益众生 所以他们这一生呢 他们的这个增上环境啊 他们面对境界的感受啊 他们面对境界的习气呢 都还是继续要医子师长 学习圆满教法 然后再把教法分享给众生 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我们大部分的凡夫过去生就是贪求世间嘛 所以我们这一生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碰到的环境 我们面对环境的感受 还有我们心里的想法跟习性呢 自然而然就会让我们朝着那个追求世间的方向走 这个就是自己当初造业的义乐动机决定的 所以呢 后面老师就讲 到那个时候再想把它拉回来就来不及了 因为你的业力窜息已经越来越深嘛 然后那个业如果没有经过对峙的话呢 那你当然要拉回来是不容易的 那我们现在有在学三十五合唱 我们就知道说 哦 要很认真的忏悔 剧足师利率忏悔 那这个业就可以翻转 但是如果你不忏悔不对质呢 你让那个业力一直这样子累积 到最后击中难返 那就很难拉回来 没有错 所以老师说 所以一定要警惕自己的异业 那这一段也可以结合 我们上一段讲的那个 心之勇士的123则一起看 比如说警惕自己的异业 警惕自己什么异业 比如说警惕自己这个 逐渐在养成的欲难折退的这种退堕的习气 就想到说 哦糟糕 如果到最后欲难折退 它会养成一种越来越深重的习气 到最后你会很缩很萎缩很萎缩这样 一碰到困难就缩起来 一碰到困难就缩起来 到最后自己的利益也不能承办 也觉得没有力量帮助别人 越来越缩这样 所以一定要一开始就要警惕自己的异业 所以广论上面第十一页第七行开始的这一段 那老师常常把它念出来勉励大家 我也再背一遍给大家听 事故应当依善一户 以其一切正言皆是一处 取屈成佛之缘所有道理 另起定解 诸献能修者 即当修喜 诸献未能实尽职者 亦不应以自卫能趋而为 应相即便气舍 应作是思 愿于何时亦如是等 由曲折门献修学也 遂以其应积极之良 尽至罪障 广发正愿 以事不久渐渐增长 智慧能力于比一切 稀能修学 所以呢 碰到了非常好的老师 碰到非常好的师长的时候 我就要知道说 他给我所有的引导 都是帮助我这个 凡夫能够成佛 而且是能够快速成佛 所必须要学习的所有内涵 所以他所引导我的所有的内涵呢 我现在能够修的 我现在就要修 我现在不能修的 我也不能这样子就把它气舍掉 我应该想说 我希望将来很快的时候 我对这些我都学得起来 我都修得起来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呢 我积极资良 尽至罪障 广发正愿 然后中大师说 以事不久 比你想象的快 好 就渐渐增长了 自己的智慧能力 对这一切呢 你原来不能修的 原来不能学的 你都学得起来 你都修得起来 好 这很重要 刚好前几天 我带七月银呢 我看到他们介绍那个 我们的那个千岁风华 那个长青战颂班的阿公阿嬷 他们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长青战颂团 这些老菩萨 这些阿公阿嬷 这个加起来七千岁 但是呢 他们居然可以把 一个最长的战颂的歌词 判你来 整个背下来 然后在意识恩法会 完整的这样子演出 赢得了这个满堂财 所以的的确确就是 你一步一步的 突破你的雀懦的习气 到最后很多你认为 你不可能成办的事情呢 其实都可以做得到 在无限生命里边 尤其是如此 所以我们才讲说 注意警惕自己的义业 不要养成这种 欲难折退 退堕的习性 这样 守护自己的义业 好 快乐从这个义业产生的 痛苦也是从这个义业开端的 这就很重要 好